大家好,我是小宇,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,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,我们会每天准时的给各位带来自新的娱乐资讯,缤纷娱乐现在开秀! 都说女大十八变,很多女生越变越好看,女神赵丽颖就是其中一位,并非课班出身的赵丽颖从农村出来,靠实力奋斗成一线当红小花,气质变化还是很大的,我们来看一组她从小到大的照片,见证女神的蛻变,赵丽颖以1987年10月16号出生于河北省廊坊,这是她大概5岁左右的一个照片,抱着洋娃娃,戴着项链小帽,眼睛大大的樱桃小嘴萌萌哒,从小就有文艺天分了,虽然照片模糊,看得出容貌气质还是很大, 中学的毕业照看不出啥具体的样子,轮廓还和是现在差不多的,没进娱乐圈的她呀,打扮和当年女孩子没什么两样,现在看呢是有点非主流,其实当时呢也是很大众的啊,2016年参加了由雅虎网浙江卫视华语兄弟联合举办的雅虎搜星比赛,这个角度看呢脸有点少女硬而肥,气质比不上现在,但是有一股少女的蓬勃生机,皮皮肤不算很白,那时候呢没有注重皮肤管理吧,但是武官还是和现在一样啊,证明是纯天然的美人, 19岁的时候,张丽颖就拍了护肤品佳雪的广告,没有杨幂、瑞丽杂志模特那样红,但是从此呢也有了一些娱乐圈的机会,新娱乐圈时间久了,时尚触觉好了,开始注重美容和修身,自然气质身形啊,容貌啊也就更好了, 参演了《金婚》,其实和现在挺像的,不过当时没有今天这么强大的修严镜头而已,07年演了首部电影《标行天下之牡丹阁》,虽然不出名,但是看那眼泪花花流啊,这个演技看着都好,那时候呢映头是不修严,脸呢比较的圆润一些,08年参演《索青秋》,演个小丫鬟的她,怎么也想不到英俊的男主会是自己的老公吧, 冯少峰这部戏里的爱人是安宇轩,10年演《佳妻如梦》的时候,发型师把这么可爱的赵丽颖搞了个爆炸头,非主流化妆,颜值顺时下跌了很多,11年参演《新环珠格格情儿》越来越美了,开始绽放光芒,2013年赵丽颖主演《陆真传奇》,这也是我第一次注意到她,当时觉得好可爱,好美哦,2014年赵丽颖获得湖南卫视经营女神的称号,女神开始有范儿了,拍摄花千古的时候的照片越来越轻手上镜了, 下巴也尖尖的了,2016年演《楚桥传》里的《楚桥》,这个大女主把赵丽颖又洒又美的气质呈现的凌厉尽致,和王一博一起拍摄有匪,依然洒爽的赵丽颖,产后变成受身达人的赵丽颖,自律的人怎么都是美的,最近赵丽颖正在录制《中餐厅4》,录制过程中每隔几天几乎都会上一次热收,赵若搜的自然就是赵丽颖了,中餐厅请赵丽颖参加真的是找对人了,从刚开始到结束,中餐厅就没断过流量, 可谓是微波鲜火呀,前几天赵丽颖还因为给包包贴穿可贴,上了热搜,手动打码的行为让很多网友感觉严谨和可爱,当天她穿一身格纹露腰装,黑白格纹裤,搭配白色的短开衫,简单的黑白二色轻松展现出了小蛮腰,长发披肩还带着少女发夹,整个人都透露着满满的青春气息,不过相比于穿搭,赵丽颖当天的包包更引人注意,她背了一款拼接翻顾包,一白一黑,黑色的部分有一个 比较裸露的金发美女,赵丽颖用一个创可贴贴住了美女的重点部位,这一行为被细心的网友发现了,创可贴热搜没过多久,中餐厅就正式杀青了,随着节目结束录制,赵丽颖最近凌晨现身在武汉机场,当天她穿的依旧是黑白格纹裤,看来这种裤子是银保的真爱无疑了,这种经典的格纹裤百穿不厌,穿越几年也不会过时,不过银保机场的这款格纹裤设计的偏宽松,间隔比前几天的格纹裤 要大,所以看起来更有一种大气随性感,今年越是间隔大型的版本的宽松的格纹裤就是越受欢迎,这种机场的格纹裤又大又肥,是休闲随意的扩腿裤的设计,遮盖了赵丽颖的美腿,没有露出纤细修长的美腿,赵丽颖的腿就显得有些短了,所以小鸽子女生还是要慎重的把这些肥大的货腿裤,货腿裤固固然好看,受欢迎,但是过于肥大的话就会显得切割身材比例了,显得无疑, 五分和腿短了,幸好赵丽颖的上半身穿的是露腰的造型,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腿不够长的小缺陷,上身也和前几天一样,是白色短开衫,不过这次的上日一就更短了,露出了更多的小蛮腰,黑色的扭扣十分显眼,简约大气,这次的开衫面料偏厚一点,版型也更正,所以穿出来更加的规矩帅气,开衫里面是白色的母胸内搭,清凉中带着几分小性感,颜色比外套颜色要浅一些,形成了顺色, 正面看,云宝的小蛮腰真的太细了,纤细而有力量,健身的效果太好了,赵丽颖结束中餐厅录制,机场穿露腰装,绣身材,腰间的衣服太多余了,但侧面看,赵丽颖的格纹裤真的太肥大了,而且腰间还系了一件白色防晒衫,这件白色的衣服真的太多余了,而且侧面看,外套挡住了不小的小蛮腰,显得云宝胯步很宽的样子,这是由于衣服造成的视觉错觉,另外腰间的衣服比较长,显得有些顺色效果,正面看 有些累赘了,多了这件衣服,让云宝更嫌矮了,不过云宝这段时间酷矮格纹裤,基本上都是黑白格纹裤,除了创可贴热搜和机场当天,赵丽颖在前几天录制中餐厅穿的也是格纹裤,看似和前面两届都差不多,但其实有区别,仔细看格纹的排列和分布是不一样的,这次是直筒板的格纹裤,相比于裤腿的格纹裤,这种直筒款式就不会显得腿短比例不好了,利落的直线剪裁,巧妙低调的拉长了腿部,赵丽颖 结束中餐厅的录制,机场穿露腰装修身材,腰间的衣服太多余了,即使上半身不穿露腰造型也没有五五分的感觉了,上身是白色T恤和米泽针织背心,T恤扎进了裤腰中,背心选择超短款,轻轻松松的就穿出了大长腿的感觉,T恤配背心时髦少见,特别适合小个子穿,而且不露腰,一定程度上遮盖了腰肚子,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赵丽颖那样的小蛮腰,这种外松内景的穿法,藏肉又小, 几乎每种身材都可以驾驭,当天还曝光了一组路透生涂,赵丽颖和王俊凯在餐厅排华,生涂中的营宝看起来真的不算高,但好在会穿,身材也好,头小,身形细,相比之下就会视觉显高了,远处拍下来的画面,赵丽颖给人一种娇小可爱的感觉,像是一个20左右的小姑娘和旁边的王俊凯像同领人,相比远镜头,镜头下的赵丽颖的比例会更好一些,除了格纹裤和短上衣,她在中餐厅室也很喜欢穿后, 后底鞋,像马丁靴呀,后底皮靴呀,以及这种后底帆布鞋呀,这种后底的鞋子既能够增加身高,又能够自带于一种裤发和厚重感,是银宝最近出行的利器,很多网友都认为她产后的状态比结婚前还要好,简直是逆临生长,保养好身材加又会穿衣打扮,30多岁人的孩子们的少女真难得呀。 出发不停,娱乐不断,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,请给出您宝贵的赞,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, 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,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,拜拜。